在我心目中的长春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尽管说它地理位置处在东北 一年四季变化很分明 冬天的时候有大雪纷飞 即使是这样在我心中 它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 我在长春等你回来 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太多感觉 当渐渐地长大了 我才会感觉到说 原来家乡对我来讲那么重要 和我的生命会如此地密不可分 像我们长春的重庆路 桂林路 洪七街 南湖 这些地方我曾经都经常去 南湖去的次数是最多的 特别迷茫的时候 然后就去南湖去转一转 留下了我青春的影子 其实长春这首音乐作品 非常的不一样 是我曾经在长春遇到一位 特别心仪的女孩 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可能早已经是物是人非 但是在我生命当中 仍然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的呼唤 你在长春等我回来 究竟这个你是谁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它已经可以变成 任何听众想象的那个你 它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一切一切的开始都从那里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在长春找了一个餐厅做服务员 那个时候就对那样铺着红色地毯的舞台 特别的痴迷 渐渐地从一个服务员变成了一个跑场的歌手 所以在长春完成了我生命当中 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转变 我开始成为了一名歌手 那个时候楼旧旧的 然后那时候长春还有油轨电车 我当然了也是每天朝九晚五 也会等最后的一班车 也都成为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 特别有意义 当年是我 我自己独特的唱法是在西安 当时我在西安的也是一家歌舞厅里面唱歌 突然之间一个特殊的机会 然后我顶替了一个女歌手唱歌 也开启了我艺术生命当中另外一条路 我从一个特别普通的男歌手 然后变成了一个有特色的 也可以男唱女生的歌手 后来我开始学习京剧 学的第一个段子就是《贵妃醉酒》 京剧真的特别难学 可能京剧里只学这一段 大概一共就十几个字 它相当于学十首歌 之后我登上了央视的《行光大道》 最拿手的《霸王笔记》 《贵妃醉酒》 被观众所熟知 现在我一直在演着我自己的舞台剧 包括正在巡演的《招惊出散》 所以在这一条路上 我也在不停地努力着 我是在2017年的年末 然后在美国的洛杉矶延 吃的东西真的很不习惯 突然有一刻 我就在洛杉矶的街头就闻到了我家乡的那种食物的味道 就像家乡一碗面的那样的一个味道 我知道小时候的味蕾形成了 这个味蕾它很重要 这个味蕾它会告诉你 你生在何处 你的故乡在哪里 你流着哪里人的血液 我记着我原来的时候最喜欢去早食 买点油条 豆腐脑 那些都是我的最爱 但是这些生活可能 最起码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得去 我现在做梦都想回到家乡 北京也是我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驿站 但是其实我内心当中 无时无刻不想回到家乡 想回到家乡生活